你 少佐 药您带了吗 药 我今天没有带在心上 这样吧 杜边队长 你派人 带他们两个 到我的办公室去拿 你跟他们去吧 好 张医生 大军 告辞了 魏毕 把他们两个 给我带到少佐办公室 给我来 陈医生 你真的是 太久到了 吃饭吃饭 您多吃一点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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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来了 准备行动 是 阵尾 陈队长 酒井少佐不在 不在 少佐回来了 酒井少佐 酒井少佐 酒井少佐没回来吗 秦队长 酒井少佐在陈医生家吃饭呢 那回头我再找他吧 您们跟我来 流失账 好 集筹 藥就在这里 走 走 有枪声 什么还会有枪声啊 你们在这儿等着 我出去看看 你们俩飞得快 曖昧 走 打开 怎么样 打得开吗 放开 小心 快 怎么样 改好吗 你快点 人回来了 快点 人回来了 快点 人回来了 没事了 怎么还有枪声呢 刚才不是枪声 是鞭炮的声音 完了吗 弄好了 太监 那走吧 金面算是保住了 这就是我们团结合作的好处啊 中国人的东西 不能让小鬼子给打走 如果以后能一直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完成上级的任务 和日本人周选了 我们必须要这样 只有凝聚在一起 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 但是 现在 为了安全起见 你们啊 还是必须跟我们回根据定 赵队长 让鹰子跟你走吧 我打算留下来 爸 你还留下来干什么呀 我要尽到一个抗日救国的义务 我要留下来继续跟小鬼子斗 可是你留在这儿 时刻都有危险 你跟我们回根据地 不一样可以战斗吗 我担心的是那份勘测报告 根本禁不起推敲 酒井迟早会怀疑的 我留下来还可以干扰酒井 你们谁也别劝我 只要这个矿场在零月开一天 我就留在这里一天 赵队长 我爸不走 我也不走 你怎么也不走呢 我留下来 万一酒井那边有什么风吹草动 我也可以过来通风报信啊 不是还有情你长爸 你还是跟我们回去吧 反正我不走 我爸不走 我也不走 你们父女俩 还真是聚在一起的呀 虽然这次成功了 但是日本鬼子 还是很难完全信任我们 你现在跟在我身边 随时都会有危险 我真的不希望 你再受到任何的伤害 所以 我打算派人 把你送走 我不走 此有什么可怕的 我早就看清这些了 如果这本鬼子要杀你 我就跟你死一块 真的不走 不走 不走 好不容易跟你在一起了 我才不走呢 喂 什么 是 我会调查清楚的 你 小子 杀手 报告出问题了吗 出到问题了 军部 找人看过了 这份 勘测报告 对开发金框 对开发金框 起不到实际的作用 说难听点 根本就是瞎写的 这么说 陈委员还是没有把真的交出来 他藏在哪儿了 就藏在他家院子的石砖下面 应该是很久没有动过了 我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把石砖撬开 拿出来的时候 是用油纸包着的 既然他把东西藏得这么隐蔽 怎么可能是假 陈委员跟我说过 勘测报告不是他写的 是他的学生写的 少佐 我把张天作 还有陈广生叫来 去吧 来 这么着急把我叫回来 什么事啊 关于上次的行动 我想一想 我有个想法 说来听听 我总觉得阻止日文采矿 我们还是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修改勘测报告 只是暂时的权益之计 我们只是拖延了日本人采矿的进度 我们还得想一个有效的办法 让日本人彻底采不了矿 我们可以像麻雀一样 不断地袭扰他们 制造麻烦 让日本鬼子疲于应对 也让工人呢 没办法工作嘛 等时机成熟的时候 我们还要想个有效的办法 让他们的矿场彻底瘫痪了 那 那只有把采矿设备给炸了 对 这正是我想做的 看一下 从来 多张彻底都是我 華宝师事长 我觉得您是这么搞的 THINK 除了 究竟少佐 找我有什么事 我还要去矿上呢 秦委员 你的那份报告 我已经交给军部了 军部很不满意 让我丢了很大的脸 不满意 本来就是个金矿 有人非要说成金脉 这我也没办法 秦委员 这中间是不是另有隐情了 确实是金矿 那你要为我的蒙修 付出代价 来人 给我把秦委员滚起来 孙总 图片队长 把秦委员 关起来 是 秦委员 请吧 张县长 黄金还要继续开采 不能耽误 好 我按您的吩咐去做 出去吧 政委 秦营长来了 老田 县长来得正好 我正要去找你 陈委员被抓了 被抓了 怎么回事 是 是不是我们的计划被识破了 不会吧 这可是赵队长的主意 九警把报告交了上去 被军部狠批了一顿 他就把陈委员给抓起来了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 日本军部准备派一个日本专家 重新勘测金矿的事 可能这几天就要到了 已经让张天左去准备这事了 他办不成了 为什么 我刚从队里回来 老赵都跟我商量好了 金矿绝对不能让日本人继续开采下去 必须全力阻止 那赵队长有什么想法 把采矿设备给炸了 在日本专家来之前 陈委员对他们还有用 所以他应该是安全的 我们先炸掉采矿设备 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再跟赵队长商量 怎么能够救陈委员 没问题 我一定全力配合 好 等我的消息 我爸他已经把 勘测报告给你了 你怎么还要抓他呀 你还给我提 勘测报告 因为这份报告 账面非常震怒 要求我把他抓起来 我也是没有办法 肯定有补救措施的 我目前是没有想到 而且上面 很快就会派技术人员 来灵园重新看测 到时候 你父亲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你 你是不是会杀了他 我只是 服从命令 我现在能做的 就是让你去开往他 就是让你去开往他 陈医生 你的父亲可是犯了重罪呀 但是没有关系 我有办法 可以把你父亲放出来 什么办法 你快说 负责我们部队的 九警龙少将 是少佐的哥哥 但是 我们得有一个 很好的理由 这样 他才会同意放人 需要什么理由 就怕陈医生 你不愿意 你说吧 到底什么理由 只要你和少佐结婚 少将肯定同意放人 少佐一直没有结婚 少将也非常关心 他的个人问题 他想让九警家族 人丁行往 这个不行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这个办法 也是我突然想到的 别的办法 我也想不出来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 即便你同意 我们少佐 也不一定同意吗 感谢您的 你也想知道 你不想乱 你 Medal 你怎么办 我 我不想乱 你 你 你 请 我 你 我 队长 不好了 陈委员被酒井抓了 被抓了 怎么回事啊 郑伟诚等着你们呢 让你们赶快去商量一下 走 爸 英子 爸 你怎么样 英子 他没事 英子 鬼子会派人 到陵园继续探光的 你得告诉赵队长 我会的 爸 这次他们把你关起来 你可能就出不去了 我知道 爸都做好准备了 不就是个死吗 金牌是我发现的 我必须保护好金牌 我之前就应该把 看测报告给烧了 我就是因为我太犹豫 我不能一错再错了 爸 爸 你就不要再自责了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只要坚持住 我现在就去找姐姐和赵队长想办法 我们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绝对不能让他们救我 不要再做无微的牺牲了 只要爸死了以后 酒井继续战斗下去 保护好我们的金牌 就算替爸赎罪了 爸 你说什么呢 什么死不死的 你一定不能死 我必须要救你出去 我必须要救你出去 娘子 这辈子 你能重新认我这个帮 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现在就是死了 没什么遗憾的 你知道吗 爸 你不能这么说呀 你一走 你是没有遗憾的 那我呢 我怎么办 我有遗憾呀 你就剩我一个人了 我跟你还没待够呢 爸 你应该吧 爸也没跟你待够了 爸也不想走 这么多年 你一个人重受了这么多苦 爸对不起你 爸也对不起你妈 这辈子 他可能还不了你 下辈子还你 下辈子 咱们还做妇女啊 英子 不会的 不会的 爸 你相信我 爸 我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的 我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的 你相信我爸 英子 别再说了 你让爸跪下来求你吧 爸 走 快走 快走 爸 爸 老周 到底怎么回事 酒井他可能怀疑是陈委员之前修改了测报告 所以把他给抓了 而且现在更麻烦的是陈委员一心求死 这件事情不太好办 不管他怎么想 我们也要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 我在这 替我爸谢谢各位 但他说的对 不能因为他 再把大家全部都给搭上 老周 明天 你们就先别去金矿了 杜边已经通知我了 明天 我们要去金矿那边扫荡 等我们撤了之后 你们要是想去再去吧 明天去扫荡 那正好明天我们就去杀金矿 抓的就是我们 我们还自投罗网啊 那赵 你都直说吧 我有一些想法 但是咱们还得商量商量 然后再做决定 胆子够大 居然敢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和日本人说了吗 还没找到机会说吗 不过你放心 只要你带着你的人来 就没问题 像秦武一样 你抓紧说服一串红 到时候 别一个人都来不了 行 我答应你 我尽快说服大唐家的 说不说服吧 也没关系 只要你把你的人带来就可以 反正两条路 自己选 你说的有道理 但这点你放心 我只想保住我 吉宫山的兄弟 那我就等着你带人来了 好 报告 少佐 好消息 吉宫山的二当家的 马上要带人来投靠我们了 这个人可靠吗 应该可靠吧 他们毕竟是土匪 一串红带着土匪 加入游击队的时候 这些土匪 对游击队的坚固条件 早就心存不满 所以他的话可泽 毕竟秦武不是也是这样过来的吗 何必担惊受怕的 把他们招过来 也可以稳定一些 好 这几天 日本专家就要来了 你们要看好情况 日本专家就要来了 为了保证金矿的安全 我们必须对其附近进行清整 队边队长 我的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等待您的命令 有些 实名 全力搜索树林 发行铁银屋 一律记役 二队给我留守即刻 马上行动 向左转 向左转 起步走 杜边队长 你不去吗 我是指挥官 不参与行动 搜索的任务 就交给你们了 好吧 那金矿周围的房屋 就劳烦杜边队长 按照原计划 搬成三路 来不起来 好 走 走 前面有情况 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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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来了 过往秦英长带人过来 把他放过去 后面的鬼子全部跟我拖拖了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 现在别伤着秦英长他们 好 那边有人 追 快跑 打 打 走 走了 老赵 开始行动吧 我刚得到消息 渡边让陈英嫁给九警才能放了陈委员 什么 我说之前怎么那么奇怪呢 我绝不让英子嫁给九警 我要找他问清楚 诶 师傅 快 政委 让他去吧 那边还有日本鬼子呢 咱们的事要解 走吧 行动吧 走 走 杜根队长 我们 我们中了游击队的埋伏 是啊 你看 伤员我先给带回来 是啊 是啊